之后的话也许我会再去参加研习 那也许有最新的情报的话 之后我们再用其他方式跟各位分享 反正与时俱进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永远要成长 如果我原地踏步的话 可能就会落后许多 那其实你说Python对我来说 也是不断要持续学习 那之所以会有机会 就是说我永远还要领先在别人 别人都还没有开始准备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 别人还没考到证照 我已经考到证照了 否则机会不会落在你身上 那刚刚这一题的话 我有把这个画面放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Blake 1 不那个File 1是无穷回圈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让无穷回圈离开 就是在这边加一个开关 有点像杂道 你Blake到这边进来 你就离开了就跳离了 所以自得无穷回圈很危险 一定要加一个跳离 所以如果你会有E 一定会配有一个Blake的地方 Blake就跳离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把它加上那个刚刚的像几个学生 还有总分平均 那就是把程式贴过来改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做一个变化 变化题是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云端上面各位可以找一下那个范例档 我在云端上面有放一些范例档案 其中的话你们可以找某一个档 我记得好像在逻辑函数吧 逻辑函数里面这个范例档 打开来之后它里面就是学生名字 在第一栏 然后呢它的平均成绩在第二栏 当然还有其他成绩 OK 不过Key Value的话 理论上呢就是一个Key Value 所以我们可以练习怎么样 假如说我这个资料 在外部的话 比如说如果今天在云端 你有个方法 就是云端里面你可以 把它丢到Google试算表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 它有个方便功能就是你可以 发布到网路 如果以后Python要去抓 你可以从网路再抓下来 那这部分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 就是怎么去抓网路资料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抓网路 我直接把它下载成一个CSV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做一件事 先下载CSV 那下载CSV之后的话 我要把这些资料 刚刚是自己输入的 那接下来把它改成什么 如果我把它下载之后 在哪里呢 在我的download 一样我放在这里 download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CSV 其实CSV按右键 如果你有装那个Nordepay++的话 更好 不过没有的话 也许用记事本开它 记事本按右键开它 你会发现 里面的结构一定是什么 上面是栏位名称 中间会加豆点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意思类推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请你帮我 第一个下载这个档案 在这个路径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档子 读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截取里面的姓名 跟它的这个平均成绩 就这个资料 这几个资料 不是所有的 然后呢 把我把它抓进来之后 做什么呢 跟刚刚一样 就是帮我列出来 第一个 列到下面 第二个的话呢 算里面有几位 然后呢 它的总分跟它的平均 那要怎么做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下载完之后 那顺便复习一下怎么样 把这边呢 有没有 Wile 1这边 本来是逐个逐个输入 现在要改成开启 还记得吧 现在把它注解掉好了 或者是说 如果你们在修改的话 像我的习惯是说 如果我要保留原来的这一个 那我可以把原来的 现在这个档名 把它复制再贴一遍 然后也去改成什么 CSV之类的 那就把它再做修改就OK 所以 那改的部分的话 大概会几个地方 第一个 把这边逐个逐个输入 把它注解掉 注解掉之后的话 你就要用一个F 等于什么呢 Open Open的话呢 刮胡一下 那给它两个东西还记得吧 路径 逗点 读取的模式 加个R 那路径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那个路径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在 下载区里面 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加个斜线 再把那个档名给加上斜线 然后把那个路径的部分 这个档名再复制一下 不过它的档名特别注意 它的档名记得还要加上副档名 所以记得你在选的时候 点它它好像只会选档名 副档名没选到 复制一下 OK档名复档名都选 然后把它贴到反斜线的这边 这样子的话就读到了 不过可能你读取的时候 还要注意 一个就前面加个什么 加个R 因为是绝对路径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预设的读取模式 是那个什么MS950 或者CP950 微软 因为在微软的window环境下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 你按把它开起来 另存新档一下 就这个档另存新档 再注意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 特别特别强调 编码方式 如果从微软 从微软你内部建立的话 它应该是ANSI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 那个Google的 或者是说其他自由软理阵营的话 有没有 如果你自己 在这边建立的话 那是ANSI 不用加 那个编码方式 但是因为是从微软 从那个Google下载 所以是UTF8 那UTF8 两个做法 一个 你就另存新档 整的ASI 储存 程式不用改 程式就不用改 不会错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你不改 因为 不可能说每次 都在那边改一遍 然后 那干脆改程式算了 所以如果你这边不改 不储存的话 预设是UTF8 那你就记得 你将来写程式的时候 要做什么 逗点第三个 加一个编码方式 叫做encoding 还有印象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 里面就加什么 就UTF8就可以 UTF 一杠 UTF8 OK 你就刚才说 我的编码方式 是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话要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怎么样 后面 前面有讲过 你们可以试试看 读进来之后 那你可以用 三种模式 一个readline是读一行 readline是读全部到一个阵列 对不对 然后要做什么呢 应该或者read是全部 那这边恐怕 用readline OK 用read也可以 我习惯用readline 一行一行读进 读进来之后做什么呢 把它sprint 计划 有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逗点分割 所以我就把它sprint之后 放到我的list里面 然后我只要取什么 取名字部分 跟取 总分 总平 平均成绩部分 然后呢 就把它再塞到什么 塞到diction里面 所以这个应该有点难度 但前面有讲过啦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 那表示你 已经到位了 OK 那试试看 这个东西因为 后面程式大概都是这样在run的 所以如果你这边没有办法很 灵活的 把这个答案想出来 恐怕后面就是会比较多问题 试试看好了 请各位第一个 先到云端上面 我是把它放到 范例档里面 所以你们待会找的话 记得是到 我的那个 云端里面的范例档 找这边 然后是逻辑函数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再来就是打开它之后 到档案里面去下载 下载格式用csv 那下载完之后的话 先观察一下 记得以后反正下载的格式 你如果要把它放到你的程式里面run的话 反正记得 就我是觉得在python里面读档还蛮容易 f 等于open 第一个是档案的路径 第二个是读还是写 读是r 写w 那如果 加到下面就a 有没有 三种模式 大概记起来就够了 然后逗点后面就编码方式 如果你这个档案 假如是微软的 软体产生 你就不用加编码 但是如果你是自由软体产生的 通常都要加 一个encoding等于utu8 试一下这部分